一條鐵路要怎麼具備符合現代同情需求的運輸功能 答案就是要滿足高效率、高穩定與高速達性 在上次的影片 我們討論過閉塞耗製系統 對台鐵營運效率及穩定性帶來的影響 事實上如果耗製系統層面能夠獲得改善 對台鐵目前陷入瓶頸的半次密度與準點率 都能夠起到不小的改進作用 那解決了目前遇到的奇數障礙之後 下一個問題就是如何提升一條傳統鐵路的運行效率 今天的鐵道明學堂 我們要來解析台鐵提升解運化效率的具體手段 分析與解釋運行系統在傳統鐵路上的作用及重要性 以及改善完畢4號之後 應該如何最大化的利用一條路線的容量與半次 同時解決台鐵目前惱人的誤點問題呢? 大家不多說,我們開始囉! 首先我們要先解釋這次會提到的全新概念 也就是運行系統與運行系統路線的概念 運行系統有別於定義出來的正式路線 是由於某些情況下 多數列車都會橫跨多個路線的特定區間 用運行系統作為描述 會比區分成多個路線的名稱來得更加準確 如各位所見,這是JR東海道線上所有普通列車 從熱海到宇都宮的這些路段 都是東海道線普通列車實質上的運行區間 而實際上伴隨著直通各種不同的路線 我們可以區分成各種不同性質的班次 這就是個別班次的運行系統 這時如果要把跨越多個路線 停靠在完全不同的各級列車 對乘客做一個準確的形容與表示 用運行系統作為描述 會比區分成多個路線的名稱來得更加準確 比方說我們常講的三手線 事實上是代指一部分 東海道線、東北線及三手貨物線構成的這一個運行區間 如果我們只有用路線作為分割列車運行的範圍 那三手線可能就要稱作 東海道、東北三手貨物線普通 因此三手線這個運行系統名稱存在的目的 就是為了準確區分橫跨多個路線的各種別列車 彼此之間的性質差異 讓旅客能夠一目了然的乘車 除此以外 將運行系統的概念導入鐵路運行中 也能夠提升鐵路運行的效率 就以日本的案例來說 降低霧點機率與提高班次密度 很重要的手段就是系統分段 顧名思義指的是列車的運行系統 將一條可能數十、數百公里長的路線 依據通勤範圍切割成幾個運行區間 也就是將通勤圈範圍從整條路線切割開來 避免列車出現橫跨多個成交通勤圈 或運行太長距離 運行太長距離的缺點是什麼 首先一條路線的通勤需求 都會由都市往郊區遞減 如果只使用都市或郊區的列車邊組運行 就會產生運能不足或平白無故的運能浪費 此外運行距離太長 也容易因為郊外小規模霧點 造成都市內的連鎖反應 如果列車在中途發生故障或事故 而發生霧點情形 霧點的影響範圍就會因為運行區間太長而擴大 相反的系統分段的作用除了可以避免運量浪費 還可以控制任何霧點情況的影響範圍 降低郊外霧點直接打亂市區內班次密度的可能性 那前面講了這麼多運行系統的概念 這跟台鐵到底有什麼關聯啊 我們知道台鐵單一班次的各級列車運行數百公里本來就是常態 然而其實有些運行區間很長的列車班次 事實上其實是對節約化班次密度影響頗大的區間車及區間快車 這種諸如基隆到嘉義、新竹到潮州、瑞芳到新穎的超長區間車 在時刻表上並不算少見 而運行區間長帶來的問題就是這些班次的準點率極其的不穩定 不過這樣的班次是怎麼對運行造成影響的呢? 我們先舉個例子 首先正常情況下 列車的霧點和發生事故的機率是平均且常見的 假設現在地圖上有A、B兩個相距約100公里的都市 那如果這時出現了需要服務多個同情圈的長距旅區間車 在A都市發生一點小事故 耽誤了約3分鐘的行車時間 那理所當然它就只會先影響A都市的準點率 然而它同時也是B都市同情圈的節約化班次 這時列車就會以晚3分鐘的時間進入B都市的範圍內 然而B都市原本沒有霧點的時刻表就會與這列車產生衝突 此時調度員就只會有兩個選擇 一是維持表定的行車順序 讓這列車以後的列車延誤 二是臨時調整行車順序 讓這列車停等後方準點的列車先行通過 但不管怎麼樣 B都市的班次密度及列車準點率都會平白受到A都市的影響 你區間車在A、D的霧點 如果因為運行區間的關係 蔓延到幾十幾百公里外的B地 那整體簡化工程的效益不也就大打折扣了嗎? 然而換到台鐵的情況 除了我們常常看見八輛十輛的通勤列車 在郊外開門進行空氣交換 更常常看見顯示器上面動輒五到十分鐘的霧點情形發生 而這短短的霧點五到十分鐘一旦進入市區 往往開始打亂市中心的半次密度與班距 造成台鐵幾個都市圈 面臨半次密度不足的狀況 不過具體的改善方法是什麼? 在上一集影片我們提到透過 閉塞號制解決路線容量不足的問題 如果在閉塞號制改善後的基礎下 我們就能夠更好地利用運行系統的概念 來解決現今的運輸問題 首先我們透過通勤圈的範圍 及考量列車維護配置的方便性 將全台主要路線的通勤列車半次 整合成約九個區塊 若先不計算乘追線與地方支線的直通半次 我們可以將全台灣的區間車運行範圍調整成 基隆到新竹、新竹到彰化、厚禮到嘉義、嘉義到潮州 新竹營到芳寮、芳寮到台東、台東到花蓮、花蓮到宜蘭 及蘇澳到樹林等等 透過切割並區分台灣區間車的運行範圍 並將各區間的使用車型盡可能單純化 有助於台鐵提高各大都市圈的半次密度 降低物點的產生並減少不必要的運能浪費 那台鐵有針對這樣的問題做過改進與評估嗎? 事實上是有的 在2008年到2012年的 矽質鐵路高價化工程時代 就曾經評估過將基隆到樹林甚至新竹間 切割成獨立的運行系統 因而出現過基北線這個計畫 來讓區間車在這個區間裡面加密半次 並提高折返頻率 而在2019年的十年購車計畫採購案中 規劃透過新引進的EU900型變更塗裝及固定運用範圍的方式 將基隆新竹間的列車統一塗裝及運用範圍 這兩個做法事實上都是運行系統很好的實踐方式 那計畫這麼美好 我們為什麼沒有看見實際的成效呢? 答案是這樣的計畫並沒有成功施行 首先由於台鐵捷運化連帶的工程並未成功解決通勤問題 過長的閉塞區間及難以分流的台鐵第三線 阻礙了基北線能夠發揮的潛力 2016年當時的鐵改局與基隆市政府決定放棄鐵路捷運化 轉而投入基隆南港間的捷運新建計畫 宣告基北線正式告吹 此外,在不改建耗製系統的前提下 獨立運行系統這樣的做法會讓列車的運行範圍取於固定 部分地區的班次會因為不屬於重疊區間而遭到截斷或採測 雖然一般情況下,系統分段與重疊區間的設置 已經盡可能考慮通勤圈的範圍與多數旅客的利用方式 然而這樣的手段還是引起作為系統分段的新竹 以及缺乏重疊區間班次的桃園地區不滿 而更現實的是,在2021年ENU900投入使用 就受到各地爭取新車投入該地區運用 因此原先計畫優先投入北部都市圈的綠色色帶新車 服役不到兩個月就因為地方爭取轉配到各地運行 綠色色帶的設計理念頓時失去意義 故此台鐵捷運化在運行模式層面的改進 幾乎全軍覆沒地消失在眾人內 到了2023年的今天 區間車的物點問題始終是台鐵受許多民眾唾棄的理由 然而諷刺的是 相關的改善計畫也因為各方利益的問題 以及配套設施不足造成成效不佳的後果而無疾而終 甚至在交通部等任何研究資料裡面 是不存在運行系統名稱這個概念的 然而不存在在台灣建設思維裡面的很多專有名詞 在國外卻常常是鐵路貼近居民使用習慣和提高效率的獨門秘訣 很多時候對一件事情的分歧與了解 也只是解讀層面與經歷的不同產生不一樣的結果 如果今天台灣透過運行系統和閉色區間的概念 解決了解運花的效益問題 那台鐵這個搖搖欲墜的招牌 還會不會有其他更好的結果呢? 不知道大家對運行系統以及今天的影片有什麼看法 請在留言區多多分享一下 我們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按個訂閱多多支持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